4578人入旺角場 絕大部分都是支持香港足球代表隊 即使忽然龐河大雨又如何 真心支持的話 就算環境多惡劣都要撐到底 無望在亞洲杯外圍賽的勁秋演出 世界排名151的香港 在6月4日這一夜 有賽排名比他們高7位的菲律賓 要踢出一股熱血 外界認為港飛大戰會是一場六四波 余戰爺踢落也算是一場六四比的紅藍對決 港隊形勢比較好 不過形勢好又如何呢 菲律賓少有的攻門一攻就搞定 入球的是詹氏楊哈斯斌 時間是33分鐘 話說落後 但是落後下的港隊依然繼續找攻城的方法 攻到下半場 風雨過後依然是紅三軍的天下 陳少奇67分鐘 落到12碼回來 親自主理 可惜捨得太正 被依法列治刪回來 剩下來的時間 港隊繼續按住場 李康廉做攝石人搶點成功 但是搶入球的任務就失敗告終 攻來攻去都是差一點的港隊 0比1的敗局到最終始終沒有法子平反 落敗只能夠接受 但是語中踢出的拼勁 依然得到支持者的掌聲 香港歡迎電視記者郭子龍 非常重要